原来 清朝人杀猪和我们现在简直一个样 这段拍摄于1902年的影像 真实记录了清朝富人和穷人杀猪史的场景 这里是清朝富人杀猪史的画面 通过画面可以得知 猪是正宗黑猪 肥而有见 三名壮汉都难以将其按住 还需借助绳索 捆起猪头 以及四肢 古代杀猪及其讲究事件 一般家庭 时间选在过年前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杀猪过年 而肉贩子则可以自由发挥 一行人正为杀猪做准备 而一行人在现场点香烧纸 这是古人为了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也是古代的一种传统习俗 即使到了如今 很多湖南四川等地农村 杀猪过年也是如此操作 图户动手的同时 指钱也点燃了 只是土猪皮操肉后 图户的刀筒都捅不进去 也不知 这图户专业与否 按猪的两人 目光直至图户 心想着快一点 手都要按骂了 而这一遍 是1905年清朝穷人杀猪史的画面 同样是黑猪 但猪却瘦小无比 两名兽子足以将其控制 同样现场也有人稍想点指 众人这回头一望 仿佛在说 一百年前后的人们看好了 图户也是捅了许久 还不见效果 难道说 他与之前的图户同出一门吗 在假缘货看来 其实不然 清朝时期百姓衣衫蓝绿 猪门九肉臭鹿有冻死骨的惨状时有发生 而杀猪将一年都杀不上几头猪 以至于手法生疏 倒也不再锋利 但结果 二师兄依旧难道被烹煮的命运 没有澡盆 直接在地上 就刮起了二师兄的毛发 这便是清朝人杀猪真实影响 好多人帮忙 也有好多人围观